我们主要来筹办这个趋势论坛 有主要的三个宗旨 第一个宗旨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趋势论坛 能够让佛教更深入的临台 凝聚世界各地的居士团体代表 第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提高 居士学佛的意识形态 跟承担佛教 顾持佛教的一个使命 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 对于时事课题的一个探讨 能够让佛教更深入的走入这群 进而呢 深处佛法的时代价值 所以这一次的主题 为什么定叫前卫的一个主题 就是现在人家都在说 整个时代的变迁 是从这个云端走向大数据 再从这个所谓的科技走向 所谓的人工智能 在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转换当中 我们佛法又有2600年的一个智慧 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时代价值 所以这一次的论坛 我们会通过对于各领域的一种探讨 包括主事的管理跟有序经营 包括弘法和教育 包括科技与创新 还有青年艺术和慈善福利方面的探讨 来对于佛法的时代价值 做一个审视跟一个探讯 那基本上佛法是一个生活的智慧 而生活的智慧 它是无论你在哪一个时空 不管是在2600年前 还是在2600年后的今天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的一种发达 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很多时候科技它为人类的生活 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 那如何来在这种科技转换的一种过程当中 将科技的应用在佛法的一种深入 比如在佛法的一种对于社会的一种更深入的一种接触 我想说是我们佛教能够探讨的 比如说通过这个能够智能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善用这个科技 把这个佛法能够更方便的传递给这个社会各阶层的人 尤其是年轻一辈他们是比较倾向于对善用这个科技 那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发明了 嫌恶的这个机器僧人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 能够和信众与一个佛法的一种交流 所以通过这种科技能够吸引人 对于这个佛法更深入的这样子的一个探讨 那包括近几年我们在日本也有一些道场 他们也发明了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 来为信众提供一些诵经的一个指导 神迹佛法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那在这种一种大前提底下 我们也能够打破又旧有的一种思维 就是把佛菩萨它硕定为一个传统的一种形象 那事实上佛菩萨它代表着一种正觉 一个慈悲 一个对社会的一种光 而我们能够善用科技的当下 也能够突破一种传统的一种固定的封锁式的一种概念 其实佛法要提倡的是一个内心的一种价值 而内心价值的一种传递 它是超越所谓物质上的这样子的一种期限 那善用科技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这一点 也就是说你能够打破这个外在的一种形象 那事实上最重要的我们要得到的是 内心的一种相和 跟内心起爆 我们内心的慈悲跟智能 那我觉得说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 现在的一种发展当下 几乎每个人在科技的这样子的一种影响之下 是走在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前向 那这至于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群体发展 和谐发展它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它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是说我们各族群 各宗教应该多方面的这种交流 那我们再谈到佛教 那佛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居士论坛 其实有三点是我们必须要注重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发现有许多的家庭 有许多的佛教徒 他们未必能够将这个佛法的价值 在家庭里面去灌输跟这个圆区和传承 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的一点 那毕竟我们大部分 以这个人口数据来说 佛教徒还是在家信众 那在家信众是否有能把在每一个人的一种生活 在家生活当下去落实这个佛法 然后再把这个佛法呢 很好的这个传承下去 这第一点大家必须要认识 就是在家庭里面在家学佛的一个方针 跟一个宗教情操的一个培养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这次论坛也特别在强调 说这个青年艺术跟文化 那为什么呢 其实对于这个佛教的未来来说呢 青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我们都知道今天 我们佛教徒的人口 如果根据这个Pews Research Center 在几年前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口 宗教人口普查的话 佛教徒的人口呢 那在2050年整个世界人口增长 30%的当下 那佛教的人口它是会萎缩的 跟其他宗教徒的人 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 那针对这一点我们更加要努力 提升我们佛教群体的一个素质 而佛教群体的一个素质 就必须着重在青年佛教人才的一个培养 那第二点就是除了这个青年的培训 我们也更注重在这个文化跟艺术方面 毕竟呢 这个佛法它可能是对下来来说可能是故障 可是我们必须通过文化的一种滋润呢 让这个佛法的价值能够更容易的渗透在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 所以这次我们论坛也特别有邀请了一些对这个艺术 甚至于这个演艺界心得的一些佛教徒 来谈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心目的历程 那我在谈的这个第三点呢 就是佛教的未来发展 我们今天发现就是整个信仰数字的一个低迷 那发现很多佛教徒可能他对于佛教的信仰 也只是在于一个外在形象的一种膜拜 甚至于呢 对于法慧啊感应的一种追寻 那事实上佛法的教理它是非常的深广 而且呢 它是需要我们通过对于这个佛法的体验 而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基于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必须向更多的努力在佛法的教理 佛法的教义法义上更深入的一个体会 一个认知 然后就是重要的就是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 所以在佛法知识整体的提升 佛学尝试整体的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教界尤其是在我们教界领导层 更加必须要着重的这一点 所以在总结来说佛教的未来 但你看三点 第一个就是家在家的佛教 第二就是清明的佛教 第三呢就是知识的佛教 对于你是个人的佛教 毕章的佛教 第二是包了 一半就是做 affordable 不是当心软有的 如果有一点不想复制 这一激励